哈喽,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晕染款式 首先呢,试着小拇指涂了棉洗封层 照灯30秒,蹭了潘道拉磨盒里边的一个粉色的粉啊 涂好以后,扫掉多余的粉上加固,注意要包边 小拇指我涂了一个金石猫眼,然后给它吸了光 然后试着呢,我用的是泵地胶,你们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啊 然后涂好以后呢,小拇指我给它沾了一颗小钻 然后上去擦一封层,照灯擦掉浮胶,用棉洗者里沾断胶沾钻 注意包边啊,然后中指用到的是枫叶糖里边02号 然后薄薄的打两遍底,就会非常的饱和啊 非常好看线手白,然后接下来无名指和大拇指做的晕染 同样用到的是枫叶糖02号对角,去给它放好 然后笔沾的是加固胶,给它轻拍,把笔放平拍的自然一点啊 然后呢,如果说,呃,你想让它分布的满一点 咱们色块涂的就要大一点,然后再把它轻轻的摊开 这个手可以反手去做啊 然后为了就是说让它们更清透一点,咱们就要耐心一点 然后上了一个冰透的乳白色,特别透的那一种 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肩变更自然 大拇指咱们再来一遍啊 大拇指的面积就要比无名指的大一点 做出来的效果要比无名指好 来看一下,还是比方平轻拍啊 然后无名指跟大拇指同时上了这个底胶 上好底胶以后呢,照灯然后用棉洗者里粘钻胶勾出了立体纹路 照灯30秒蹭了魔精粉,这一波丢掉了 然后咱们再用棉洗者里粘钻胶呢,给它勾上纹路 大拇指又把02号铺好 然后同样的方法啊 咱们给它轻轻的拍开 这样的话呢,会很自然,不会说是做出来深一块浅一块的啊 然后手法的话,你们要是还是不懂的话 有网络班呢,去网络班学吧啊 然后冰天入白,给它轻轻的涂一遍 然后同样还是做出立体的纹路 然后蹭上粉,最后全部上冰晶封层就完整 学会了吗,宝宝们 我是游夏,爱美甲超怪男人,双击关注哦 猫猫的 谢谢大家